给大家汇报一些好玩的前言发现 最近这种视频又火了一次 鸽子面包吃着全套投上去了 有人怀疑它们是不是故意的 想找个项链带一带 真不是 其实像鸽子这种鸟类的着实机制 对人类一直是个谜 比如你看 这些鸟吃东西的时候 头会固定停止两次 F1阶段 F2阶段 最后再吃 而且这两个阶段 永远发生在离目标 有一段固定距离的地方 并且所有这种鸟类停顿的时间 都差不多 这是一套很多鸟类遵循的 非常神奇 非常刻板的吃东西教科书 鸡也用这个方法 所以你看鸡也会被套破 而且套上之后就懵逼 跟猫很像 所以答案就是 鸟类祖宗传下来的 吃东西的方法论 和面包圈产生了一系列力学奇迹 最终导致了这个结果 然后它们还改不了 所以悲剧只能一次次发生 乌鸦就比较灵活了 它们经常吃活动血 就没有鸽子和鸡的烦恼 看到没有 章鱼打小鱼了 作为人类警察 你以为是这群小鱼在围攻章鱼 章鱼被迫还手 其实根本不是 它们是一个捕猎的team 正在一起找东西吃 你要说了 放屁 如果是一个team 这鱼被打了 怎么还不知道跑呢 这个问题科学家也没想通 最近Ecology上发了篇文章 里斯本大学就为博士 试图结合博弈论来解释 他们发现 除了2020年12月这次章鱼打小鱼 在18年19年 以色列和埃及海域 人类都记录过类似事件 也就是说章鱼是个惯犯 他和小鱼说好一起补链 有时候小鱼找到食物 他抢走分一杯羹 这还能理解 但有时候小鱼嘴里根本没食物 他也会莫名其妙的来上一鞭子 这就离谱 重点在于 大自然中基本就 人类会干种类似控制的事 动物自己在总监合作时 没事给合作对象一个负反馈 真的是非常罕见的情况 现代科学家根据博弈论是这么解释了 要么这种鞭打 是章鱼的一种怨恨 要么这是一种利益延迟的惩罚机制 表面上看 好像小鱼受了委屈 承担了一些代价 但其实这是一种督促 换来了更长远的利益 比如小鱼干活更卖力了 找来了更多食物 这个team就不会饿肚子了 这么想确实很有道理 就像你作业写不完 你爸妈用皮带混合双打 以后你可能还挺感动 你以为是一群鸟 其实只有一只鸟 它们生活在澳大利亚东南部的雨林 唯雨全部展开像古希腊的七弦竖琴 所以叫华丽青鸟 地位在澳大利亚人眼里 类似中国的凤凰 很漂亮是吧 拿飞行能力换的 尾巴太长就飞不动了 这种鸟的坏心思 最近被澳大利亚这个小姐姐团队发现了 它们会通过笑名 就是模仿一群鸟的叫声 达成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 什么目的等会再说 这种鸟甚至会模仿人类搞出来的机械声 比如相机的咔嚓 聚木头的声音 都可以 不会像这种 全说了作剧 后期假的 毕竟不是录音机 还有个误区 好多人受一些图片误导 一位青鸟求偶时 唯雨会像孔雀一样立起来 实际上 它的尾巴会把背和头全部盖住 像这样 青鸟的坏心思就是 雄性青鸟会在雌青鸟 路过自己的领地 却没有跟自己交配时 模仿出一堆乱七八糟的 什么打架的天敌的声音 去吓唬雌鸟 有的时候 雌鸟就会乖乖返回它的领地 上当受骗 有时候雌鸟交配了 但雄鸟还会哇哇一通乱叫 就硬片 目的是哪怕多浪费几秒钟 也能让它的精子 在雌鸟生殖道里 多沉淀一会 按照达尔文的说法 是女性对审美的追求 让男性动物越搞越话里胡哨 甚至长得比女性还漂亮 但现代 根据类似琴鸟的研究 我们知道了 它们进化出这种 极其灵活的嗓子 驱动力可能来自性竞争和冲突 而不是女性对美的追求 多提一嘴 琴鸟甚至还会在交配的时候 用翅膀蒙住雌鸟的眼睛 让雌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 这个真的太秀了 继续说说鸟 琴鸟不是会唱歌吗 据说它们还会给 不会唱歌的园丁鸟 在结婚时当伴郎 然后当乐队出行 这种火焰园丁鸟很漂亮 但生活压力大 因为它们中的熊鸟得买房子 求婚的时候必须要有 然后还得剪很多玩意 装修一下 要装修出来一个蓝色系的 那就是土豪 差了 不行 这种凹陷处是留给雌鸟的 正好卡住脑袋 视野正对舞台 树枝的选择也很讲究 万事俱备 等着雌鸟来就完了 其实这还算好的 因为灌原定鸟 对房子要求更高 要大要华丽 一个房子盖好几年 有人要说了 这男性也太累了吧 马上反转 这些亭子不是给雌鸟住的 只是用来求婚的 生孩子的房子 得雌鸟自己盖 那这些亭子干嘛呢 继续用啊 一个能用好几年 求完这次还有下次 下次求完 还有下次 传播DNA啊 这是一只失败者 成功者应该是这样的 人类喝牛奶 其实一直是个先有机 还先有但是的未解之谜 人类如果在进化出 消化牛奶的基因之前 就喝牛奶 那么人类得拉肚子 人类如果进化出了 消化牛奶的基因 再喝牛奶 那这基因是哪里来的呢 德国有一家人类历史研究所 最近这位小姐的团队 找了答案了 他们把在肯尼亚和苏丹 挖出来的41具 古人类残骸牙齿上的 牙结石给挂下来了 结果发现其中有8个人 偷偷喝了牛奶 也就是牙结石里 有乳制品蛋白 而这些残骸是 信尸器时代 6000多年前左右的 那个时候人类还没有用来 消化牛奶的基因 我们终于拿到了 直接证据 答案出来了 是人类先对牛奶动的时候 那有人要问了 消化不了 那非洲人为啥使劲喝呢 答案很简单 那时候大家放牧 那么多牛挤出来 那么多奶 总不能倒了吧 所以非洲人把牛奶发酵了 喝酸 还有一个有趣的点 是人类后来基因不是突变了 自己进化出了 消化牛奶的乳糖酶吗 这种乳糖酶基因出现之后 携带它的人 具有了巨大优势 使众基因在全世界 飞速穿搏 这些优势以来 我们观察到的 最强烈的一种 自然选择性 是什么原因 导致人类开始熏化狗 大家已经争论了很多年 因为古人类和狼 应该在重叠生态位中 干得你死我活彩 芬兰自然历史博物馆 这位小姐团队 最近给了个答案 他们说 在上个冰河时代 最冷的时候 生活在北极和亚北极的人类 只能从动物身上 获取大部分食物 但那个时代的人 吃太多肉食会腹泻 于是就把剩下的肉 留给狼 这些对人类友好的狼 就成了第一批狗 简称垃圾佬 而且从考古学上看也合理 因为最早在旧时期时代 发现的狗 主要就是来自 当时非常寒冷的地区 之后狗才跟着 第一批人类 进入美洲 并随着人类在大约 一万五千年前 迅速分散到非洲 竟然传播到世界个体 现在这批狗的后代 都跟着人类过上了好日子 那应该是比狼舒服多了